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专户在这次地震过后也获得很多人的关心并且挹注了很多的资源 国际福人社3490地区光荣团队联谊会由总监赖振时率领来到花莲市公所捐赠慈爱基金25万元 市长威家燕颁赠感谢状感谢各行各业发挥爱心为弱势族群带来温暖 国际福人3490地区2010到2011光荣团队联谊会由总监赖振时号召募集了25万元安心善款捐助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我们国际福人本来就是在世界上就是到处就是做社会服务是一个行善的机构 那我们看到这个状况我们都有感觉到说人积几积人力几利的这种精神 所以我们自己的同胞当然一定要来帮助这个花莲地区的民众 那这次是我们光荣团队我们光荣团队是2010N1的同学 这是由我们团队自己花旗 所以自行花旗来监证我们花莲区的几个七公所或四公所 真的希望说这一次能够借于我们的这种小的几栋能够换取大家 对花莲的关爱对花莲的帮助 希望花莲能够赶快重新建设起来 市长温家宴特别班正感谢壮 感谢各行各业发挥爱心为弱势族群带来温暖 国际福伦社3490区我们的光荣团队 我们今天赖总监特别率领我们所有的成员团队们 来捐赠我们的慈爱基金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 那刚刚其实率领的团队里面也有很多各行各业 那受到这次地震的影响 那其实刚刚在聊天的过程也特别的要谢谢我们的赖董事长 以及所有的老板跟老板娘们 那刚刚有聊了一下 就是说其实各行各业受到的影响 其实也希望说赶快恢复到网络的一个日常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老板老板娘 他们都有受到影响 但是他们也是愿意赞助来为花莲加油 那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说瓜董团队的好伙伴们 那谢谢你们 国际福人社在这次地震当中不仅慷慨捐赠善款 也把明年度的国际援助计划选在花莲 并且着手规划各项方案 希望可以给花莲更多的协助 建律会花言室报导 好